第一个困难是语言上面的问题 我在学习这个就是编程啦 包括怎样做一些网站一些APP什么之类的 整个的学习或者是工作语言环节都是在用一下 我在国内的时候从来就是没有用过这方面的技术用语和编语交流 所以整个我的思维方式包括解决问题的时候 解决一个bug或者什么时候 全都是在英文的思维方式下解决掉的 尤其是我上个工作也是我第一份在荷兰的IT工作 我是当时公司里唯一一个中国员工 也是唯一一个亚洲员工 所以就是我没有头来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和一个同样说的中文的人 用就是技术用语沟通交流过 没有这种训练也没有这种经验 整个全部都是在英文的环境中 包括和不同国家的人交流分析一个问题 开会研究一个方案什么之类的 全部都是在英语环境中 我在荷兰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担心过 我是不是要顺便买一个叫什么 英语中的一个词典 尤其是关于IT技术用语方面的 我没有这样的准备 是因为我头来就没有打算过要回国 而现在就是因为临时计划的改变 就是我暂时回国 然后所以我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 如果我要在国内找工作的话 我在偷国内的公司职位的时候 花了很长时间来准备那个中文简历 因为我多软件工程师这个简历是英文版的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多中文版 就是举个很简单的一个一个例子叫什么 Fundant Backhand 就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 就中文称为前端后端 诶这个翻译的就是字面上翻译 确实是叫前面的一个中点 后面的一个中点 就是中文真的很复杂 远比英文复杂很多 然后词汇量太大了 所以我也就看了 就大概这样学习 甚至好多年都没有用过百度了 然后也用百度搜索一下 就是软件工程师在国内的简历的模板 他们是得要说这些技术用语的 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个中文的简历做出来 其实是不完整的 因为很多包括介绍我的项目 我在项目中担任的职位 用到什么技术 怎样和团队协着 怎样贡献这个项目的 无法入中文表述 所以基本上就省略很多很多东西 我的作为简历就是不是很完整的 这个语言给我带来的困难 可不仅仅只是在准备简历上面 包括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举个例子来讲 是真实的例子 我收到华为的那个上级笔试题 就是在上级做一些算法题 他们提供的都是中文的 当时我又看到叫什么 看到一些词什么 二叉数 然后我说二叉数是什么东西 真的就是整个就蒙了 然后还有什么 我再想一下知道好多那种叫九宫 什么什么九宫格 我说九宫格什么是棋盘吗 哪一个棋盘 那个TikTok是 哎是九宫 可是那个九宫不是那个九宫 原来是叫什么用那个 如果你是用安卓手机的话 你们就是用那个 可是我是一直用的iPhone 没有用安卓 我也没有用过那个九宫格的那种输入法 我是用了那个英文26个字母的那种键盘 所以我不明白什么九宫格 然后还有查 用百度查 就是花费好多时间 把那个问题等明白 都花费了我几个小时在那挣扎 还有一些那个算法解题 agorism那个算法 很多算法的那些 然后那个朱文贞呢 就是我完全对应不上 当时就有点崩溃了 我说我连题目都读不读 甚至于他们准备了很多热身的练习题 还是比较怎么讲的 就是希望你提前准备好 再实战那些网上的题目 所以他们给了几个一些叫什么例子 就先熟悉这些例子 然后归纳出他们的共同点 然后找出一些比较一致的一些规律什么之类的 我连他那些例子的那些名字提 我都看不懂 所以我整个就是倒在了起跑线上 就是连题都看不懂的人 当时是放弃了 所以最终我是华为的彼此题 我根本就没有打开 我整个就是争头两天 在中英对照看 所以我最终放弃 我在想什么吧 因为华为不是那么好听的 我也没期望我能对后被录入 因为他好像有很多层的那个面试 即使面试通过了好像据说 也不是说你一定被录入了 像什么把你放在一个人才库中 然后慢慢提出来你 我是在网上有这么看到过 华为是这样招人的 华为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个大公司 做了很多很厉害的东西 但是我在想 假如 就是说假如 我真的一不留神 进入到国内的这些公司 即便是华为这么大的企业 他们给了我off 我进去之后 我觉得我是无法生人工作的 为什么 首先我和同事之间的交流 沟通就成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我来基本的什么代码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说让我怎么和同事沟通 包括什么叫 还有叫交互 就是前端后端交互 我是不是交互什么东西 我也听不懂 就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些技术语 我真的就是 是我人是第一次听 所以我要慢慢悟一下 我也不是那种超级聪明的人 需要时间慢慢就悟一下 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 甚至于我看到国内一些程序 他们在写代码 我在百度搜索到一些什么例子 他们写代码那个叫什么 comment 居然也是用中文 我在想国内做程序员 真的这个不仅是脑立脑落 还是一个体力货 因为你在键排输入法 还有中文文切换 你在打代码说 你是一个是ABCD对吧 然后你在写comment 居然还有中文 然后还要切换到中文 我就觉得这种工作我做不来 至少会容易分心 我只适合在一种语言环境下工作 所以我觉得 对我国内的IT工作真的我做不来的 我能力无法胜任 第二个困难是那个工作时间 我有在网上看到 或者是听其他人提到过 国内的很多IT公司 它的工作有那个叫什么 966 就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 然后每周六天的工作 或者甚至于就是996 好像有听说华为是晚上工作到9点 它会给的工资收入待遇也很高 但是我感觉 就是这好像是这种 在用身体的健康来换取更高额的那种报酬 如果换算成每小时你的收入的话 其实也并不是多么高 就是我说华为的给的收入 它是用很多你的工作力 你的时间来积累出来的 你这个每年 比方说上百万的工资啊 什么之类的 我带河南自己也真的是 我是属于那种起得特别早的人 但是晚上休息也比较早 我早晨就是大概五点多钟会起来 我会把就是比较困难的工作 或比较紧急的一些 作用的工作先在导臣完成 我给自己的就是比方说八个小时 是高效率的工作 其他时间是我自己的时间 比方说我要去健身房运动 或者是和朋友在一块谈话聊天 甚至在看书或者是看一些视频 学习一些东西 或者是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一些project 和朋友之间合伙 我在解决一些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 我把时间安排在那里 包括做这个视频也是我一大爱好 我也希望每天会保持 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可以就是编辑啊 或者是构思啊 我的视频的一些内容 这些都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想国内那个IT工作 就是时间制是不适合我 所以最终我是选择了一个一个外企 是955那种工作 虽然工资不高 但是呢 工作时间还有那个 一个公司也是比较大的公司 它那个平台 我感觉可以学到很多的技术上面的东西 技术上面的挑战 这个是我想要的 就是我能够在技术上面成长很多 在一名之内 然后我觉得还有 如果有更好话了 就比方说出差的机会 它是美国的公司嘛 如果有去美国出差的机会 多和其他的一些大牛进行交流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当然是最好的 我也会尽自己最大努力 就是在每天的八小时工作的情况下 等于要高效率的出东西 还不是通过时间来耗出来的 我找工作找了两周 我最终就是确定了一份外企的时候 我就其他就把我的简历直接从网上测出了 就是不但想花时间精力去考虑其他的 尤其是国内的公司 我也不想去花时间去准备一些面试 就是认罪了一家外资企业 一个项目 就专注在这个上面 就不分心了 所以我两周找工作时间就是一个结束了 这周五是我第一天开始上班的时间 入职的时间 以后也希望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国内外资企业工作一些比较有趣的